我们在这个历史简介 古代运动 运动员在古希腊的宗教仪式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人们相信这样的比赛 让死者的灵魂感到高兴 我看在这里 所谓的神灵在宗教仪式中得到荣耀 每四年在希腊城市和部落举行一次 我认为这些财势 这些仪式活动 十年前十五世纪之前 公元前776年的奥林匹克体育馆比赛 是第一场有记录的比赛 我看这些财势是在沃迪奥林匹克体育馆 这个体育馆位于希腊西部的奥林匹亚山谷 我看这些财势是在沃迪奥林匹克体育馆 这座奥林匹克体育馆可容纳四万名观众 多年来奥运会的参与和观看仅限于男性 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 前十三季 比赛仅限于一百八十米进走 经过多年增加了长距离的比赛 其他类型的比赛也被引入了该运动 公元前七百零八年 引入了摔跤和五项运动 最初有铁柄标枪跳远短跑摔跤组成五项运动 我提供了摔跤和五项运动 公元前六百八十年增加了 由四骑马进行的车辆比赛 公元前二十年增加了 奥运会失去了宗教的性质 我赛得摔跤而摔跤而摔跤的 我赛得摔跤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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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跤 我赛得摔跤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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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跤 kali avant ela 公元前一ocracy 之后超过一千五百年没有举办过比赛 之后超过一千五百年没有举办过比赛 一场地震摧毁了奥伦比亚体育馆 随后的山体滑坡掩埋了体育馆的遗迹 一群德国考古学家发现了体育馆的遗迹 这一发现启示了法国男爵皮埃尔德顾拜登 组织现代全球奥运会的想法 顾拜登认为体育在人格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 同样他还认为全球竞赛促进国际和平 1894年德顾拜登在国际业余运动会上提出了他的想法 小组投票赞成组织比赛 我祝福来的国际奥委会常理 第一节现代运动会于公元1896年在雅典举行 1900年女性第一次参加现代运动会 至于冬季运动会 他属于1924年 我能认识的爱业度 穆斯伯格的阿娃米 阿尔夫提萨米亚斯坦阿什拉 我阿尔夫提萨米亚阿尔巴尔呢 我阿尔夫提萨米亚阿尔巴尔呢 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916年 1940年 1944年 没有进行比赛 我赛斯伯格的阿尔夫提萨米亚阿尔夫提萨米亚阿尔 芬兰 挪威和瑞典的选手 连续几年在冬奥会中处于领先地位 至于公元1956年至1984年期间 法德伊斯特州阿尔夫提萨米亚阿尔巴尔也 就不想要贾萨米亚阿尔巴尔米亚阿尔巴尔 苏研所得了冬奥会奖牌数最多 战则阿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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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哈尔阿尔大尔米亚阿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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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米亚阿尔 1956年至1972年间 苏联和美国在夏季奥运会上 获得奖牌最多 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的 多位接触的运动员来自非洲 尤其是中长跑项目 政治冲突导致 多次抵制奥运会 1976年蒙特利尔夏季奥运会 在奥运会开幕前 三十多个国家因政治分析退出 1980年加拿大和52个国家也抵制了 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 苏联等十四个国家抵制了 1984年的洛杉矶夏季奥运会 古巴和朝鲜抵制了 1988年韩国首尔夏季奥运会 2088年会